1928年6月4日的清晨 黄孤屯一声巨响 列车上的张作霖被炸成了重伤 策划整件事的日本参谋河本大作曾透露 当年之随下那样的命令 就是为了让东北混乱 面对群龙无首的东北 日本正好可以趁机将东北掌控 他们都没想到黄孤屯事件后 东北不仅没有混乱 反倒局面更加稳定了 其实这一切都跟张作霖临练终一言有关 他当年被炸后没有立即死亡 而是被手下抬到奉天后 在大帅府里留下一言才死的 张作霖回复后 在民流之际对身边分夫人们说 我受伤重不要紧 恐怕这次是够呛了 告诉六子一切都以国家为重 好好干 我这臭皮囊不算什么 让小六子赶紧回奉天 张作霖说完这些话后 就闭上了眼睛 他的这番话大概意思就是 让六子做他的继承人 凡事都要以国家为重 稳定好东北形势 避免混乱 6月18日张学良回到了奉天 他按照父亲的遗愿 稳定好了东北的局势 直到21日才公布父亲逝世的消息 父亲张作霖的遗言中 最后一句稳定好局势 避免混乱 意思是必须避免九一八提前上演 显然父亲的三句遗言 六子只听进去两句伴 最后他稳定好了局面 但却还是没能阻止混乱的发生 他只保护了东北的三年平安 由于自己的判断失误 导致东三省三年后全部沦陷 六子晚年曾在回忆录中说 当年是他低估了日本 他以为日本不敢打 财下的那个命令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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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